SHE这个女子团体究竟如何成为天团呢? 除了她们的感情超越姐妹 就是她们不把自己局限在歌唱路上 三人的事业触角 延伸到戏剧、主持 而她们也从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定位 比方说Ella 她就饰演不少的偶像剧 而Selena则是在综艺节目担纲主持人 最后就连在团体当中很少说话的Hebe 都发行个人专辑 这三位各自在不同的领域表现亮眼 也分别获奖肯定 快离开她 李涛跟很多女老师都有一腿 2002年播出的爱情大魔咒 是在Ella出唱片成名之后 出事提升 第一次尝试拍戏 我的事像我这样子 这比我放一屁 很大声 很大声啊 相隔一年再度跟Selena和Hebe 拍摄《强威之脸》 女主角也是她 这部戏大红也让Ella有了第一部代表作 让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戏份中演戏也受到磨练 2005年继续节拍这部《真命天女》 这也太巧了吧 两次做冰冻住店我们就要相逢了 三人同时担任女主角 不过最有细胞的Ella 很快受到肯定 以这部戏入围第41届金钟奖 戏剧最佳女主角 尽管最后她没能得奖 但戏剧上的表现备受肯定 契约也不断上门 不能跳高就什么都不适合吗 就算全放弃跳高 全还是全啊 不只戏剧受肯定 在拍戏过程 她还是片场地开心过 她人缘非常非常好 那我还笑说 你这个忙着要死 怎么这个 尚为变小了 把 你怎么老看这个地方 不过说也奇妙 Ella不只能制造欢笑 还有另类的帮夫运 只要跟她合作的男演员 似乎都能因此走红 像是《强卫之恋》 跟她一起演出的黄志伟 郑圆唱都以炮而红 毕丽不冷 啊 我喜欢你 在一边 还要在一边 这次我可没有了 还有花样少年少女的吴尊 也是在跟Ella合作之后 才出场走红滋味 你站不起来 我要对你乱来咯 在这之前 吴尊已经演过一部东方朱丽叶 但没有太大回响 直到跟Ella合作 吴尊才被观众看见 跟我演过以后才变天王的 那我就本身就是有那个秘 这样带腕 那你记住一下 Ella在戏剧上表现亮眼 甜美女孩Selina则是找到另一片天 2002年她就开始跟姐妹一起主持节目 因为表现突出走出了自己的路 2006年她的主持功力获得肯定 收视第一的康熙来了 在小S情产假的期间 都指定Selina代班主持 她说 你们家以前最大的开销就是 我开销 你们继续考虑 当中我不存在 揭晓S的主持棒 对于Selina来说压力可不小 不过她也从中慢慢学习 主持功力进步有目共睹 就连大学生的眉 在淘靖营休息期间 她也成了最好的代班人选 好 合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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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Excuse me Excuse me 妳在选举啊 怎么样 我们不是小团体好不好 我们是天团耶 真的假的 怎么当主持人啊 不好意思 不是硬邦邦站着 而是懂得运用自己的优势 替节目带来节节高潮 饭口是吧 我想吃一颗 拜托 有什么没有曝光过台语歌 可以跟我们听 老师 音乐 演起来 不要再向你多想对我说话 你是一个Selina 你居然为了一颗包子 可以做这种事情 你不要换出钱啊 近期跟《纳豆》合作的这个节目 也入围第四十八届金钟奖 最佳节目主持人奖 就像我右边这位 就换成自己跟Hebe 有 有 我刚好听到 对 我刚好听到孩子 对 常常连水不着 有一些东西 不要真的在节目上面讲出来 跟Hebe 我爱你 好 无论戏剧还有主持 Ella和Selina 都独自拥有一片片 那你呢 加声音 你要这样再来再来 三人出席记者会 Hebe总是安静一旁聆听 很少发言 还得等大家丢球给她 那在隔壁那位是 大家好 谢谢大家 爱我的每个人 恭喜全民女孩Selina 不会主动表现抢夺美光灯 这样的她过去很少人注意 甚至外界认为 相较身旁两姐妹 在戏剧主持都有发展 她似乎没有什么突出表现 在两个姐妹妙语如珠搞笑的气氛之下 我觉得在旁边 我自己把自己设定是一个 平衡机制 是一个 她们很疯狂 或是太那个的时候 我会 那个 有点像工作人员在团体里面 就是会hold住她们 然后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绿叶 就是帮忙搭话 陪衬然后 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姐妹守护在身旁 一笔刺称只是绿叶 就连三人一起合唱 你也很难辨识出她的歌声 不过这个不管 对内对外都相较沉默 少有个人表现的Hibi 等了将近十年 终于在2010年 正式以本名田富珍 发行个人第一张专辑 Tukie B 原本以为这个安静的女孩 可能无法独四单杯 只能在偶像团体的羽翼下飞翔 当个偶像歌手 没想到她发行第一张专辑 肖亮就登上年度排行榜第五名 排入为第二十二届金曲奖 最佳国语专辑 Hibi就是闷着来 闷着来 她就是可以闷着来 说突然有一天 是是公司安排我出专辑了 于是我的声音就出来了 出事提升就有不错表现 她一开口 更让过去批评她的人 哑口无言 用实力证明自己是专业歌手 好声音也让她相隔不到一年 再度发行第二张专辑 沉淀两年时间 田富珍发行第三张专辑 发片不到一周 已经挤进年度排行榜第四名 夺下女生之冠 这个当初起步较慢的女孩 反而在歌唱路上 成了最亮眼的明星 最远藏的垃圾床 最昏远的回忆 由于让我想起 最纯族的一场 最纯老的时间 你不能说 这东西是灰姑娘 其实我觉得 就是她在努力嘛 然后呢她有天赋 她有一个好的歌后 她自己努力 她走的就是很正这样很直这样 其实写到幸福的心愿 很高兴你很危险 这CV要直到永远 田富珍不像灰姑娘 被动等待心愿实现 而是沉浅多年 就等一次 让自己被看见的机会 兑现自己爱唱歌的誓言 就会发现了幸福的誓言 祝我们逃互如愿 都给这世界幸福留言